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的移动着的,移动得如此之慢,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,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,一年又一年,总有一天你会默然一惊,已经到了中年,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,复闻不断的来,有些兴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,很杀风景。 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,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,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,磕头碰脑的竟是些黄然阔布满面春风的角色,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,自己的伙伴一个个都都入主了,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。 所谓耳畔平文故人死,眼前但见少年多,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,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,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,一下都是好的,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。 这股影次连的习惯逐渐消失,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懒静,突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,那线条是显明而有绿,像是无道子的纯菜苗,心想那是抬头纹,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。 在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倒塞旁还下的去世,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,钟脚上发现几根白发。 这已经非同小可,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,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,拔毛圆竹,头发跟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。 但是没有用,岁月不饶人,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,更焦急,那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温热的像一颗牛奶葡萄,一弹就破的样子,那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,跳动的那么清零。 到了中年,全变了,曲线还存在,但不是那么回事,该煲乳的部分变成了突出,该突出的部分变成了煲乳,牛奶葡萄,要变成微金丝蜜枣,燕子,要变蛮纯。 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,从鱼尾起皱纹撤出一面网,纵横浮凑,疏而不露,把脸逐渐支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,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烫抖所能烫的平的,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,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,所以只粉不可少,除非放土之墙,没有不可污的道理。 在园友的一张脸上再照上一张脸,本是最简便的事,不过在上妆之前,下妆之后,容易令人怜想起聊斋志意,的那一片花皮薄矣,女人的肉好像最近不起地心的犀利,一到中年便一起松懈下来往下堆它,成堆的肉挂在脸上,挂在腰边,挂在怀季,听说有许多西洋女子用感面仗式的一根棒子早晚浑身乱搓, 希望把腹肠的肉压得坚实一点,又有些人干脆即使脂肪即使淀粉,扎紧护带,活生生地把自己饿回青春去,有多少效果,我不知道,别以为人到中年,就算完事。 不,譬如登林,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,回头看看,一串串的小伙子,正在头也不回呀,汗也不开地往上爬,再仔细看看,路上有好多快半小时,曾把自己磕碰的鼻青脸肿,有好多处陷阱,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旺。 回想从前,自己做过扑登额,人火焚身,自己做过撞窗户指的苍蝇,一心愿奔光明,结果落在沾苍蝇的胶纸上。 这种中景象的观察,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,向前看,前面是下坡路,逃走得多。 是那歪水浒是云,人生三十位取,不应再取,四十位是,不应再是,其实取是都是小事,不取不是也罢,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继权的意味。 西燕云,人的生活在四十开始,好像四十以前,不过是几处配戏,好戏都在后面,我想这与健康有关。 是窝头米高长大的人,拖到中年就算不易,生命力已经蒸发殆尽,这样的人也能再取,何必但是,抚慰他赐保命,都寻来不及了。 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,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,龙眉大眼,生肖挺硬,像是一些又青又色的毛条子,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,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,可是到了中年,他们变得热的烙,容光焕发,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,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。 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教堂多年的成量,龙儿劳烈,对于他们,中年没有悲哀,四时开始生活,不算完,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,如获年借不获,再学习溜冰踢箭子放风筝,偷闲学少年,那自然有如秋星春令,有点勉强,伴老师娘,留着刘海,坐在盲网里穿高跟鞋, 当作踩高销般的练习走路,那也是惨事。 中年的妙趣,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,认识自己,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,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。 科班的同龄仪于唱全本的大舞戏,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猪的周子戏,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